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来看的话 我们先前强调一个重点 关于成交量的部分 现在的5日均量 至少它已经初步的大于 10日均量跟20日均量 如果能够再进一步的 让5日均量稳定的上扬 这个均量代表就是出现 黄金交叉的讯号 往往对于行情的后市 都能够带来一个 可能持续上涨的波段空间 但是这个盘式比较妙的是 今天当然指数本身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指数 虽然多数时间是在盘下 但是大概就是只有呈现 小跌小幅度整理的情况 可是延续这几天来 盘面的特色跟结构 上涨的加速 如果以集中市场来说 大概300多加 下跌的加速大概是600多加 所以大概可以初步抓一下 这几天的情况都是 约略三分之二的公司 是处于下跌的情况 包含整个指数 已经从低点谈了1000多点上来 其实若是破底的个股也所在多有 均线空头排列的公司也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盘 当然你看指数是一回事 但是这个在海平面底下的冰山 就是盘面底下真正潜伏的 结构式的危机 这个倒是要注意 所以当大家在聊起 对台股的看法的时候 我总是没有办法 就是用一句话告诉你 现在应该是要偏多偏空 你们知道 其实我们像分析师 财经专家 有时候去上一些财经访谈节目 主持人就很喜欢问 类似这样的问题 你觉得会不会继续涨 你觉得会不会回到18000 那你觉得现在是偏多还是偏空 其实这种二分法的答案 可能是现代素食主义之下 很多忙碌的上班族 喜欢听到的操作答案 偏多那我就来买 偏空那我就不要看 我不要做了 其实行情不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要问指数 那我只能跟你说 指数就价量的表现来看 的确是渐入价境 那同时指数也的确有机会 要去回到18000 真的也不难 因为2330台积电 已经突破了18000的相对位置 可是个股呢 这差异就非常大了 那讲到个股的差异 昨天渭阳老师呢 跟大家分享 弱势的股票如何自救 那我们举了两个 算是散户特别关心 也套牢很多部位的产业 分别就是面板跟航运 那面板的产业状况是 报价已经下跌了 而且法轮站在卖方 那关键价如果跌破 其实真的是没有什么好留念的 所以呢 如果你手中有友达或群创 或敦泰或天狱的朋友 我直接了当地讲 我建议你就是去做换股 那至于说航运股呢 是报价还在上涨 可是法轮也是站在卖方 融资还是比较凌乱一点 那他们的关键价 长龙 阳明 万海 到目前来看 至少还没有跌破 所以原则上来说 真的要比较一下的话 面板股我觉得就是 直接换股了 那航运股呢 这个又要回到 每一个人各自的情况 就是你到底手上有 多少张航运股 那占你的整个资金比重 有多少 你的成本在哪里 所以这些问题呢 讲起来呢 又比较复杂一点 所以之前其实也有 很多投资朋友 私讯问魏昂老师 手中有苍龙 手中有阳明 该怎么办 这个我同样也没办法 告诉你说 卖不卖 这个没有办法 二分法答案 我要跟你说卖 假如啦 你就卖在昨天 今天大涨 你气不气我 你怪不怪我 害你呢 多赔了 是不是 那如果跟你说 不卖 万一啦 明天 还是下礼拜 又破新低了 那你是不是怪我 那时候我就问你 你说不用卖 早知道我就卖了 我就不用再多赔 这一段 那其实这个 还是回归到 每个人要有 自我检查 跟自我判断的能力 你持股比重高 你能够承受的风险 当然就会比较有限 但如果你资金很多 这里只是你的 这个蓝山 就是米兰云亚 临散的一些布局 只有几张 一张两张在这边 小丸移轻养性 那无伤大雅 那基本上我觉得 客观来讲 航运股的状况 没有面板股糟 那昨天我才跟大家讲说 要去做换股 那今天马上看到上涨 那这样是不是 呸 魏洋老师被打脸了呢 我觉得倒也不是 因为真要说起来的话 像友达 友达今天也反弹 涨了3% 但是其实各位朋友 魏洋老师是早在这里 6月7号的时候 就在我们股市权威节目 就跟各位讲 你手中有面板 三只老虎的 应该要出场了 那不出场 现在就变成小猫 那股票跌升 当然就会有反弹 这很正常 一个就算是弱势 甚至趋势走空的股票 难道会每天跌 也不是这样子的 它当然跌升会有反弹 同样我们来看航运股 航运股当然我说状况好一些 不过如果我们要弄清楚 航运股今天是怎么回事 有看盘的朋友 先想一件事情 今天从货柜到散装 从万海 长龙 阳明 到惠阳 育明 四围行等等 谁是领头羊 你必须先回答出这个问题 才表示你对这个盘面的变化 至少是有八九成的掌握 谁是领头羊 答案很清楚 二六一五万海 最早开高 然后直接攻上去涨停板 你可以去看看今天航运股 大家的涨幅 谁涨得多 谁涨得少 另外谁先涨 谁后涨 这个就是我们在看 同产业族群里面 去抓领头羊的关键 涨多涨少 先涨后涨 当然是涨得多的 尤其是先涨的 它才是领头羊 所以回到航运股 明天以后的后市 这关键就要看领头羊的脸色了 那为什么万海今天突然涨停 难道礼拜一也有报价 然后突然飙了 不是嘛 懂我意思吗 难道第三季的财报 突然公布出来 然后又预期 也不是嘛 那为什么今天万海突然涨停 原来是因为万海今天储全储席 所以他今天就是展开了 田权席的行情 那讲到储全储席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很多大户或大股东来说 是不喜欢报股票参加储全储席的 因为要缴40%的所得税 所以有一些大户跟大股东 会在储全储之前先卖股票 然后在储全储之后再去做回补 尤其就是大股东 因为大股东或董监事 他们有最低持股的要求 所以他不是常态性的 把这股票卖掉 他只是基于某一段时间的避税需求 所以他会在储全储之后去做回补 所以我个人的推断 当然我不确定 我也没办法跟你保证这一定对 但我认为应该绝大的可能 是来自于万海今天 大股东有去做回补 假如是这样子的推论 明天以后他会不会继续回补 甚至后天他还会不会再回补 当然我们就要去观察 这个力道有可能会削弱 回到昨天讲的 建议大家要去做换股 你千万要记住一件事情 停损是停损 换股是换股 停损就是你把原来的股票卖掉 那任列的损失 可是你的资金就是停留在那里 它当然不会有任何进一步变大的可能性 当然对于悲观者来说 你也可以说它再也不会变小了 但是如果你去做换股 卖掉原持股 买进新的持股 这个时候是新的战局打开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点燃新的希望之火 就有可能透过太弱换墙 让你的资金开始涨大回升 如果你接受这样的想法 要换股 而不是只有做到停损 那是做半套 换股其实 就今天盘面的角度来说 其实不正是一个机会吗 你反过来想 假如当你决心要换股的同时 长龙阳鸣今天又杀一根长黑 友达群传今天又破底 那你更痛 那换股今天能够反弹上来 有比较好的价钱 或涨一天也好 或能够涨一段更好 无论如何这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说不要因为一日的行情 让自己又迷失了 找到趋势的方向 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很多人说换股换强势股 那感觉有点在追高 卖掉长龙阳鸣友达 感觉有点在杀低 这样我们会不会是追高杀低 不是这样子看的 各位好朋友 你要注重的是 个股基本面技术面的趋势 这个不再花时间谈 那个谈不完 但是你要从趋势角度去看 否则我就讲一个例子来举例 你觉得换股一定要换低档的 那才安全 然后请问难不成你要去买恒大 你要说低的话 这个是低档 那你说要转强 有它今天涨停 那难道你要去买这种股票 恒大做什么大家都知道 做口罩 那因为现在本土的疫情 似乎又有扩大感染的迹象 这种风险存在之下 当然有可能口罩股 耳闻腔股 也许又有极短 一天两天 我不知道 也许一个礼拜的行情 其实我觉得不可能一个礼拜 大概一天两天 难道你要把你的资金 投到这种地方 所以我还是要跟各位强调 所谓的换股 我的看法绝对不会因为 今天万海涨停 长龙阳明大涨 或者是今天面板股大涨 然后就告诉你 应该去买这些股票 那反倒是原本的强势族群 法人认养布局的半导体产业 IC设计产业 金元代工产业 难道就不好了吗 今天很多股票大跌 那大跌的这个同时 其实我们就要回归到 你的资产配置 如果现在你手中有资金 这不就是应该冷静地去看一看 有没有好股票可以减便宜机会吗 好 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2303联电的筹码 这边我特别把高盛证券的进出列出来 为什么 大家如果有看新闻就知道 最近把联电目标价喊得最高的 就是高盛证券 调高到119元 那你可以看到 当然昨天高盛证券是卖超联电 卖额2598张 那整个联电在昨天 是出现外资大卖的一个情况 当然市场投资人会觉得比较担心 外资会每次都跟我们搞这个两手策略 一边说看好 一边调高目标价 然后就到货 那我们客观来看 当然昨天高盛 他的确是调高119目标价之后 他竟然是站在卖方 可是其实也不奇怪 所谓的看好做多布局 对于大部位资金的人来说 他本来就不是只有一路买超而已 他中间也都会有偶尔的调节 有时候调节的量还不少 但是他不是连续性的卖超 所以就在这一波 他连续买超之后 我觉得他有一点调节 也不奇怪 重点是你其实如果看趋势的方向 他从7月中旬过后到现在 这是他累计库存 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想其实 外资这一波看好金元代工双雄 当然是有所本 因为这个产业 的确就是非常的好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 去看看 自己手中的持股 第一个 是不是有留下安全的现金比重 第二个 有些持股 如果你想要趁机太弱换墙 不妨就利用 这两天各股在调整的时候 把握这个机会 毕竟还是要买进 趋势往上的股票 不要去捞底 去接刀子那种 往右下角走的股票 我们最近的调整的部分 包含各位朋友 在9月2号的时候 3141惊鸿 魏杨老师 是不是公开节目中跟各位讲 我们已经出清了 出清之后 它股价还有创新高 我说我们会持续密切的观察留意 因为我的出清 是基于技术面的考量 对于它产业基本面的变化 我仍然是认为这个趋势 是大好的 是持续成长的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的金鸿 其实被打到162块钱 跌停板 我们出完之后 它还创186的新高 这个都是在节目中公开 跟各位提醒的 创新高之后 我们也没有急着再去做买回 我说了我会持续去观察 今天杀下来跌停板 如果再往下的话 坦白说 这个就是我们会有兴趣的价位了 我们会考虑 再找机会接回 2476巨响 也是在9月2号 魏昱老师是不是公开跟各位讲 这里波段大涨创新高 我们先解码一半 那么今天早上在平盘以上 注意在平盘以上 魏昱老师那家族 全部出清一趟 接着他就杀到 这个盘下跌幅也蛮深的 这个都是来自于 所以在操作面上 必须要更谨慎的一些思维 当然讲到这种调整 今天早上看到这一篇新闻 几内亚的政变 带动铝价先发难 我就知道 我们手中的持股 2358停薪 因为它是以铝合金业务为主 所以一定会开高 所以今天早上 利用它大涨之际 我们就先小赚 出清一趟 因为今天成交量爆得太大了 所以我们去研究产业趋势 当然还是要搭配 股价贴近盘面上面的 一些操作节奏 理性的投资 就是要做到 攻守有序 如果你只有盲目的操作 那总是会陷入 进退无惧的苦恼 欢迎大家 跟着薇洋老师 一起来操作 当然如果你喜欢 我们的分析内容 记得帮我们的节目 按赞 订阅 并且开启小铃铛 休息一下 最近一个朋友说 他前几个月 大概就是6月7月的时候 一路做长龙 做得不亦乐乎 每一次 他就是沿着 五日均线操作 专家常展这句话 他也学起来了 只不过他的做法就是 押回五日均线买进之后 他要嘛当冲 要嘛隔日冲 获利的时候 他操作其实是 非常有原则跟纪律 赚10块钱不要多 他就卖 那这样做呢 他总共做了6次 全部都赚钱 所以6次 加起来总共赚60块钱 那重点是 换算成金额 到底赚多少 其实不多 因为他每一次 只买一张 所以60块钱 就是赚了6万块钱 但重点来了 最近他非常懊恼的是 就在某一次 长龙回撤五日均线的时候 他如法炮支 又进场去做了承接 但这一次想不到 长龙没有再回到五日均线 也没有再创高 甚至十日线 二十日线 六十日线 全部都跌破 接下来的惨案 各位也都很清楚了 那么目前长龙还套住 可是这一次 让他最懊恼的是什么呢 因为以前 他做了6次的长龙 当冲隔日冲 每次都赚钱 但是只有一张 所以他懊恼自己买太少 所以想想 既然我百发百中 我不如买多一点 所以他决定 再有下一次长龙 回到五日均线的时候 我一定要狠狠地重压 不过这个是一个小资朋友 他的所谓重压就是买了五张 所以在长龙高档 回到五日均线的那一天 他买了五张 在212块钱附近 他买了五张 这等于投资了六十几万 结果这一波下来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损失了 至少十几万了 所以各位看看 其实呢 这个朋友的操作的方法 跟逻辑 其实出了什么问题 这个就呼应 很多人也许有相同 类似的心得 就是 当我每次奇怪 我投资股票 如果买的张数少 买一点点的时候 我很容易就赚钱 但我只要信心大增 我大买的时候 我怎么就会开始变成赔钱 结果就这样 常常硬生生的把 很多的明星产业 趋势产业 强势个股 主流个股 做到大赔 明明是很强的产业跟股票 结果到最后都是悲剧作收 为什么会这样子 是因为很倒霉吗 买少的时候可以赚 一买多运气就不好 其实我们来看看 假如你投资股票的胜率 刚好五成 那交易结果不就是 对错对错对错相间吗 举例来说 做了十次 刚好对五次错五次 对错对错对错 那你会不会突然去买很多 不会 因为你不确定 自己的下一次 出手能不能赚钱 所以你就会保持 用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 固定的章数部位 但是如果 你的交易胜率是七成 那这七成又刚好是发生在 对对对对对对 连对了七次之后 那如果我们以长期统计 十次里面对七次 那表示其实接下来 你刚好可能会连错三次 但因为你连对了七次 信心大增 每个人都觉得 自己像股神一样厉害 而且就开始懊恼 我之前只买一张 所以赚太少 太辛苦了 这一次我多买 搞不好就可以找十年退休 所以你会不会买很多 接下来肯定会 因为无比的自信 所以万习者过去买太少 计算着那些擦肩而过的获利 决定这一次要用力 狠狠地多买一些来弥补 那就在这一次多买之后 因为胜率的关系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百发百中 所以就可能刚好轮到 这一次你要赔钱了 不是你运气不好 是胜率原本就七成 这七成有可能是赚赔赚赚赚赔赔赔 也可能是赚赚赔赔赔赔 都有可能 但重点是什么 突然大赔 是因为你前面累积的小幅度获利 让自己高估了能力 低估了风险 然后把部位放大 所以说买少就赚钱 买多就赔钱 真正关键的原因是 部位的大小会决定获利 而部位的大小不应该由情绪来决定 要冷静的去做规划 一位成功的投资者 一定会规划风险控制损失 而风险的控制 就要从部位和停损两方面决定 部位的大小决定了 铺险和获利程度 行情是不可以被控制的 但投资人可以自己控制的是 你的部位大小和你的停损停利的设定 所以过去温阳老师在节目里面 非常多次跟各位强调一件事情 比解盘 比标股代码更重要的事情 回归到自己 你想要在股市里面长期生存 走得长远 甚至成为一个厉害的操盘手 成为一个一流的投资家 影响交易成败最主要因素是心理 其次是资金 这两件事情都非常重要 心理的因素 之前大跌1000点的时候 你怕不怕 现在大涨1000点的时候 你急不急 要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 资金的配置管理 从你要握有多少现金 要持有多少持股比重 到每一支股票 你应该怎么买 买多少 绝对不是随性 也不是看着心情 心情好多买一点 赚钱的时候 顺手的时候多买一点 一赔钱就缩手 那这样永远是 市面霸了一些要打钱的 赔钱就缩手 搞不好下一笔 你刚好要赚钱了 结果一买又变成只有一张 所以部位的配置 绝对要很理性 经过计划跟思考 而不是随着情绪 随意的浮动 如果资金分配不均 那投资一定到最后 会是一个很惨的结果 欧阳老师 每天都会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分享 财报 技术 筹码分析 产业趋势 还有整个总体经济变化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要找到一个团队 帮助你去打造一个 真正适合你的通盘计划 怎么买 怎么卖 这些其实交给专业的就对了 反弹特工队号召 还没有在这一波 赚够钱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 积极的反派为胜 打电话进来恰询 那你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 欢迎大家 广告时间 踊跃来电 祝大家操作身心 明天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兽所欵 明天见 点赞 工事